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頻道, 還有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頻道 今日的日期是12月12日 提提大家, 天文台預測香港今個星期的週末天氣會明顯轉冷 星期日市區最低氣溫降至10度 而新界多區最低氣溫更加降至6度 再下則消息, 西文留意到大公報再一次報道 講起深圳過去兩年烏燈黑火的口岸大樓, 近日再次點亮 聯檢大樓內外燈火通明, 點亮了民眾恢復通關的希望 報道中還提到香港正穩步走向伏上 行政長官李家超前日出席活動時表示 特區政府已經與深圳以及廣東省方面 就著兩地往來溝通 他形容有很多空間可以商討, 是正面消息 但也強調同時要務實和按部就班 例如先爭取健康疫站的名額 並且繼續以不增加內地風險為考慮 以達至雙贏 另外報道還提到 有些記者去到關口打探一下 有一個深圳的知情者對記者透露 內部已經收到通知要為通關做好十足的準備工作 報道說到雖然未接到明確的日期 若然廣東和香港都能控制好疫情 理想情況下希望春節前後逐步有限通關 不過他亦有點憂慮 就說香港現在每日感染個案都超過一萬宗 死亡人數達到兩位數 令到通關隨時出現變數 另外報道記者還去到福田口岸 即是可能爭取保安吹水 就說應該是通關前的先兆 說到那個口岸自上星期五開始 就點著了九圍兩年多的燈光 大公報應該是第二次報道這一則的消息 亦都刻意找一些記者的人士 在附近打探一下 知情人士是什麼人就不知道 報道就放在這裏 大家自己衡量 另外另一些媒體就報道 就說網上近期盛傳各種通關的傳聞 包括最快聖誕節前 兩地有望實現2加3通關 明年1月9日甚至簡化至0加3 內地將會取消隔離酒店 在另一方面亦都做下補充 立法會議員陳恆斌今天就發文 就說消息指 內地今個月之內有機會先對緊急公務 以及商務開關 並且呼籲大家為逐步復償而喝彩 畢竟是一個立法會議員 大家自己衡量一下信不信 在下則的消息 外國媒體就報道 北半球暴入冬季 歐美多國除了面臨新冠病毒 流感病毒以及RSV三種流行病毒的夾擊之外 還要提防白喉麻疹這種古老病毒 捲土重來 隨著各種病毒感染者愈來愈多 由一些抗生素到普通的止咳藥、消炎藥、止痛藥等 多種藥物都出現短缺 令到當地民眾出現擔憂 更難找到一些合適的藥物去治療 報道有提到一位受訪人士 有一個十歲的女兒 她不幸感染了甲型鏈球菌之後 醫生就開出抗生素處方 但她找了當地六間藥店 才買到一支抗生素 但一支抗生素都只能用半個療程 藥制師還告訴她 預計要去到明年一月才能有更多藥物到貨 另外每日郵報進一步指出 英國現在有九種抗生素都被列為庫存不足 相關情況可能要持續到2023年初 另一方面 美國剛才所提到 這個冬季正處於面臨新冠病毒、流感 以及RSV三重疫情的威脅 全美國醫院病床使用率已經達到八成左右 為當地醫療系統帶來沉重負擔 紐約市衛生當局發健康警告 指市內新冠病毒以及其他季節性疾病 正處於異常感染高峰 為此敦促所有居民在店鋪、辦公室、升降機、學校 以及公共交通工具等室內環境 以及室外人多場所重新佩戴口罩 但強調不是強制性的 另外還提到長者、孫婦或免疫力低的重症高風險群組 更加應該考慮佩戴KN95、KF94或N95等高質素口罩 另外還呼籲民眾盡快接種流感以及新冠疫苗 這裏一系列的消息 大家可以看到 我想說香港近期看到內地由一個嚴格的狀態開始放寬 香港很明顯都有一個憧憬放寬的聲音 除了通關的憧憬之外 亦都有一些說到 香港是不是可以取消口罩令等等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又看到歐美那些什麼 三重疫情、藥物短缺 三人自己加多兩句 那些先進藥物大多數就是歐美自己生產的 他們自己都短缺 你看到有些西方城市都會呼籲那些人戴口罩 所以我自己覺得香港 你說憧憬或期望 是不是一下子 可預期的不久的將來 是不是一下子就會取消了口罩令呢 我覺得又有點不太現實 你說會不會放寬 某些多人的地方才要戴口罩 某些沒什麼人的地方或戶外的地方 就不用戴口罩 這個可能是比較合適的期望 純粹是個期望 三民自己都很不喜歡戴口罩 但是你都看到情況不是這麼樂觀 再下則消息 世界各國相繼放寬入境檢疫限制 香港人紛紛出外旅遊 旅行社東迎遊就指 上個月的日本團已經恢復至100團 但是生意就只是疫情前的三成 而聖誕節報團已經達到九成半 期望明年第二季可以恢復至疫情之前的一半水平 東迎遊又預計今個月將會有大約180個旅行團出發 他們的執行董事就表示短線團有喜悉 但是受制於航班數量 長線團仍然不樂觀 預計旅遊業大約需時兩年才能恢復至疫情之前的水平 報道還提到日本國家旅遊局的統計 今年頭十個月有152萬人次訪日 較2019年疫情前大減94.3% 隨著入境限制放寬 今年十月訪日旅客已經回升至大約49.9000人次 較2019年的跌幅就收窄至減少八成左右 當中來自香港的客人有三萬六千二百人次 多過台灣以及內地客人 好了,影片最後部分和大家看看外交部禮行記者會 有記者就提問 在12月10日,美國駐華大使就著世界人權日發表聲明 對中國的人權狀況指手劃腳 對新疆、西藏、香港的人權狀況表示關切 對此發言人汪文斌就表示 美方有關的聲明無端指責中國人權狀況 充斥著謊言和偏見 充分反映了美方霸權、霸道、霸凌的本性 暴露了借人權問題干涉中國內政 危害中國穩定發展以及民族團結的政治目的 中方對此強烈不滿、堅決反對 發言人指出 中國人權狀況如何?中國人民最有發言權 我們將尊重和保護人權載入中國憲法 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 全面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人權得到更好的保障 中國實現了14億人從貧困到溫飽再到小康 人均與其壽命增長到78.2歲 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教育、社保、醫療 和基層民主體系 中國民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更衝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 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 同時 中國認真履行國際人權義務 是世界上唯一持續制定 和實施四期的國家人權行動計劃的主要大國 我們將會繼續行中國人權發展道路 積極參與全球人權治理 推動人權事業的全面發展 巴仁人就強調 所謂中國起新疆搞種族滅絕 以及反人類罪 完全就是世紀謊言 所謂中國起西藏執行鎮壓政策 完全就是顛倒黑白 所謂中方瓦解對香港的自治承諾 完全是混淆是非 我們要指出的是 美方動動對其他國家的人權狀況指手畫腳 卻對美國本身的人權問題視而不見 發言人就說到美國存在系統性的種族主義 強迫勞動、侵犯、難、移民 以及印第安人權利等的嚴重問題 美國以保護人權為由 對其他國家霸凌制裁、發動戰爭 導致當地生靈淘炭、經濟蕭條、社會動亂 製造了無數人權災難、人權危機 對世界人權事業造成嚴重的潛撻以及破壞 在這些斑斑劣跡面前 美方根本無資格以教師爺自居 更無權對其他國家指手畫腳 白人最後強調 國際社會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們敦促美方停止借人權問題 污衊抹黑中國 停止借人權問題干涉中國內政 破壞中國穩定 切實反省自身的人權劣跡 先將美國的人權欠章補償 好了,今天的消息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到最後 還有影片的朋友記得留言讚好和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拜拜!